香港,四大支柱和六大产业为香港经济的核心 其中物流是重要的一环 而六大产业更加与供应链息息相关 在今年的施政报告里面指出 政府将会为香港物流业推出长期的用力 吸引业界建立物流群组以增加供应链的原生力 同时香港国际机场将会提升货物处理量 而巩固香港作为国际航空中心的地位 在发展经济方面 政府承留巩固香港的贸易和航空中心的地位 保持物流、航空和航空上的领先地位 这样就可以完全确保香港供应链的角色 以面向全球化的竞争 因为全球化和市场不断变化的情况下 很多客户对于产品的要求开始要求很多 比如说品质要高、出货要快和需要创新 所以导致很多供应商包括厂商自己 都需要时时推陈出身来满足市场的需求 因为这个原故他们需要和上人的供应商 下游的客户一起合作 然后才能够在市场上争取到一直的地位 因为这个原故 供应链的概念和管理的方式就已经生了 供应链管理是一套现代的商业管理策略 目的是让各个贸易伙伴商与紧密合作 而最低的成本为顾客带来最大的利益 现在我们回复一下 什么是供应链管理的 我们先给它一个简单的解释 它是计划、练习、控制、 和行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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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我是Laurie,我是Supply Chain Management 2012年的畢業生 在畢業之後,我其實入了一間英國的百貨公司的sourcing office 負責一個Global Supply Chain Compliance的project 入了行之後,其實我才發現到 其實這個公司是非常之appreciate我們的fresh graduate 是具備一些supply chain或者logistic的專業知識 而且也覺得如果在trading industry這個行業裡面發展 其實是很需要supply chain和logistic的人才 所以我之後也報讀了Hong Kong PolyU的International Shipping and Transportation的Master Degree 希望在未來這兩年裡面也具備一些專業的知識 是關於logistic方面的 所以我覺得在undergrad選讀supply chain management 其實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鳳氏集團,也就是大家知道的利豐集團的母公司 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費品貿易商 我們利用供應鏈管理的手法從事商貿 公司在1906年在廣州成立 現在主要基地是香港 我們在全世界三十多個國家有四百多個分公司和辦事處 員工方面有四萬多人 供應鏈管理簡單來說是從產品的設計開始 到品牌商、零售商決定了產品 然後我們就會找合適的生產商去生產 中間就會兼顧生產流程監控 品質控制以至到產品的檢測 到產品做好之後後面所有的物流、分銷、批發 以至到零售的各個環節我們都會負責 簡單來說這就是供應鏈管理的各個環節 而供應鏈管理發展到今時今日 其實已經是一些跨國的業務 香港中華煤氣就服務了香港超過一百五十年 目前擁有一百七十萬的客戶 要對所有客戶做到一個穩定的供應 和維持競爭成本 其實我們是需要很多不同的合作夥伴 和供應商才可以做到 但是目前所有企業其實面對同樣的問題 就是供應鏈的全球化 再加上成本的上升壓力的問題 今時今日你的供應商可能只是一個貿易商 或者說只是一間裝備廠 其實它的產品和原材料 都可能是由它的下游供應商去供應 今時今日你完全想不到的就是 你去買牛肉可能裡面有馬肉 你去買食品 裡面可能加了一些所謂工業的化學品 令到食物更好吃 但是其實這個供應鏈的 越來越延長和分散 基本上是非常非常 很難控制有一個安全 和可靠和穩定的供應 所以今時今日 要對供應鏈的認識和了解 對企業來說是有點重要的 本學院已經確保了每一位修讀供應鏈管理課程的學生 都有暑期實習的機會 今年恆生銀行 中國銀行 香港文質保證局 加利物流 而且同學更有機會到香港以外的地方實習 例如中國華南城 只有同學獲取實習的工作經驗 現時市場也會提供很多和供應鏈相關的就業機會 修讀人